血刀老祖将一滴鲜血吸附手中 以内境将其包裹后击射而出 随着千年寒冰猛然炸裂 一柄薄如蝉翼的弯刀稳稳落入老祖的手 但见这刀的锋刃上隐隐有血光透出 俨然是一柄沾染无数血腥的魔刀 血刀老祖下山后直接找到江南武林民宿梅念生 欲从其手中夺得绝世神功连城绝 只因江湖传闻一批宝藏被藏在连城剑绞中 是亲手把你的连城剑绝交上来呢 还是让老祖我自己去拿 传世之宝 岂能让你们这些剑影掳掠掠之土燃之 剑梅念生不肯配合 老祖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拔出腰间血刀朝梅念生快步杀去 剑撞梅念生丝毫不慌 宝剑自行出窍落入手中与血刀老祖展开对决 二人皆是五道巅峰强者 一身武功也是不相伯仲 交手数招后梅念生持剑助力 借力攻向老祖却被齐以血刀挡下 而这也给了老祖可乘之机 挥动血刀荡开宝剑后一记重拳 将梅念生打得连连后退 梅念生闻言闪身上前 施展出江湖失传已久的连城剑法 刹那间场中出现了数道残影 在血刀老祖还未反应过来时 梅念生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给了他两记沉重的额光 打得老祖一脸懵逼 连城剑法奥妙非凡威力十分巨大 只要一出剑相攻力时便可后发先知 梅念生一剑刺中血刀老祖的尖头 老祖猛然将剑尖拔出后 被梅念生连续挤脚踹飞数米开外 眼看梅念生再次持剑杀来 血刀老祖忙出言将其喊停 梅大侠 我血刀门弟子遍及天下 你就是一天杀上十个 恐怕你终生也杀不完 血刀老祖的话令梅念生极为忌惮 他不愿自己一直深陷江湖纷争 只好放任血刀老祖离去 眼看血刀门的众人渐渐远去 梅念生再也压制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原来血刀老祖的内计重拳 也将他打成重伤 当天夜里梅念生盘膝打坐条理伤势 殊不知他的三位徒弟已经动了杀刑 大哥 这次师父比武功 内力已经耗尽了 咱们哥几个是不是拿个主意 我想这该添做新坟了 为了拿到连城剑法的剑谱 三人共同找到梅念生 质问他为何不传授给三人连城剑法 连城爵 只传可传之人 难道我们弟子三人无一人可传 为什么 梅念生表示连城剑谱中藏着一个宝藏的秘密 凭借他们三人的心性若知晓其中的底细 必将把握不住大祸领头 大弟子万镇山文言穷途比险 实践次向梅念生却被齐单手前置无法动态 眼看老大动手另外两人也不闲着 三人合力围攻师父玉将其杀之而后快 梅念生本就受了重伤功力实不存一 很快就被弟子从背后刺中要害 为了夺得一线生机 他将连城剑法的秘笈从怀里掏出志向半头 只有剑谱没有见绝 追 走 追